王爷心中只有世子一个继承人 待他日成就大爷 天下还不是世子爷您的 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 这双手总是血迹斑斑 我害怕的是 有一天我醒过来 他们就都不在了 你的手不是好好的吗 别人能夺走一次 就能夺走第二次 眼花一日不住 我就要一日活在恐惧里 真的就要害怕 害怕 我很害怕 但更多的是恨 他们明知道这双手 对我有多重要 怎么能做出如此残忍的事 不原谅 我绝不原谅 我本不敢来着 只是除了你 我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对不起 我该走了 晨晨的原因不是这个 其实 其实我一直都想跟你说 不必说了 其实我 不必说了 不必说了 我早料到了 不必说了 母亲 师父 智勇 无疑不是金花水月 你又怎会是例外 我还会换 我怎么会换 不必说 原来汉王还在宫中藏了光树呢 见过世子殿下 看来他把一切都告诉你了 他不是早在封地另立世子了吗 世子明明知道王爷心中只有世子一个继承人 待他日成就大业 天下还不是世子爷您的 世子 我们该谈下一步计划了吧 杨大人 杨大人 诸位大人 都起来吧 诸位大人 快都起来吧 这么大的雨 这可如何是好啊 杨大人 夏大人 诸位大人 快都起来吧 慢烟 请由大人禀报陛下 我有要事面圣 圣上口御 谁也不见 我要见陛下 贵妃请回 陛下有旨 宣大学室杨士奇觐见 贵妃并体出狱 这大风大雨的哪里受得住啊 再说了 瞧眼前这光景 陛下实在是仇不开身 你还是请回吧 陈公公 陈公公 约边年的桥间 那些大臣 他们全部都是在反对废后的 优妃 妖妃 妖媚祸主 于后必遭到亲夫所指 万民唾骂 带下去 是 陛下 陛下 可千万不要提醒小人察言 无辜非出众 放着 放着 无辜的 妖妇 妖妇 贵妃娘娘 我若是你 现在立马仓回永宁公 在这场风波陈安落定前 再也不出来 大人 英国公就差指着圣上骂昏军了 看这架势 要是皇帝坚持废除中宫 朝廷可真要出大乱子了 还望你 再等等 陛下无辜非后 这是天意诗景啊 陛下 陛下 我大明 不可无辜非后啊 否则终有一日 陛下会后悔无比 老臣忠心 可周日欲 大人 京师地震也挡不住皇上的决心 他是真的要非后 王爷宇传说数字 王爷宇传说一符 叫他即刻响应汉王骑兵 是 等等 时候再想想 能等 大人 你到底在等什么 留步 贵妃娘娘请止步 我 有话要对吴昭义说 再没什么吴昭义 只有阶下囚 他先前差点要了我的性命 在他下狱之前 我要问清楚 吴昭义 你是否被什么人胁迫 我刚刚在殿上 为何不为自己分辨 我这么对你 你还想救我 你眼前这个我 这个爱小爱香 表面坚强却还自欺的吴昭义 根本不存在于世上 不管你对我做什么 我都不会感动 因为我是个奸细 打入宫开始 我就身负着重要的使命 都现在了 还有遮遮掩掩的必要吗 我生来就是汉王府的家奴 少时被送去单途长大 后来又送我入宫 可我的亲生父母 还有弟弟妹妹 都在汉王府上 不听他们的号令 他们会如何 身在后宫 我不能太得宠 汉王只会得寸尽尺 可我也不能太落魄 一旦成为废棋 只怕命不求饮 这娇娇傻傻傻的吴妙贤 眼着眼着 我自己都信了 还乐在其中呢 可后来 汉王已再催促 我深知断难成功 不过不会运气罢了 我后一死 忠臣离心 朝野动荡 亦不原意 可惜了 当时 为什么不杀我 是啊 其实杀了你更好 朱瞻基必定心神大乱 不过 我长这么大 从未有人 有我寒了 替我改背 这条面 算我换你的 算我换你的 妙贤 该走吧 妙贤 若有可能 我 我的家人 他们